娱乐圈的焦点话题不断,最近杨幂又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的顶级流量小花,她的每一个动态都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而最近,一则关于杨幂有打算再生一个的消息不禁而走,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杨幂离婚后一直以独立女强人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她的生活也一直备受关注。 虽然她已经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糯米,但是关于她是否会在生育的问题,却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网友爆料一组杨幂的运照,虽然图片经过处理,但是仍能看出她那凸起的肚子。 这组照片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杨幂华月的证据,而有人则认为这只是她变胖了而已。 作为女明星,杨幂的身材一直备受关注,在娱乐圈中,为了保持上镜好看, 很多明星都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和锻炼,但是也有一些明星会因为工作压力和生活习惯等原因而出现身体发布的状况。 杨幂是否会再生一个,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一些网友认为,杨幂已经有一个女儿了,再生一个也无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已经离婚了,应该以事业为重,不要再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而且生育对女性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需要考虑清楚。 当然,这是杨幂个人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生育不是唯一的生活价值,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不一定要通过生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总的来说,杨幂是否会再生一个,还需要我们理性看待。 作为粉丝,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和生活方式。 随着中国娱乐圈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考虑在事业巅峰期掌握更多的自主权和创造力。 杨幂,作为一位备受喜爱的演员和商业代言人,近日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她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名为天一娱乐。 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杨幂的娱乐圈地位,还因为她母亲持有公司60%的股份,这将为她的事业和自主性带来哪些新变化。 从家行到天一,杨幂的演艺生涯回顾,要理解杨幂成立新公司的重要性,首先需要回顾她的演艺生涯。 杨幂出生于1990年,2006年因出演金庸武侠剧《神雕侠侣》而染露头角,从而进入中国娱乐圈的事业。 然而,在她的事业起步阶段,她与家行公司签约,她的股份仅为19%,家行公司是一家知名的娱乐经纪公司,为众多明星提供服务。 然而,随着杨幂事业的飞速发展,她也开始考虑未来的方向。 家行公司的合约到期后,杨幂决定自己出来单干,这是一个重大的职业决策,也标志着她对自己事业的更高追求。 天一娱乐,杨幂的新征程,杨幂成立了新公司,天一娱乐。 这个名字虽然新颖,但是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意义。 首先,天一娱乐的公司架构引人注目,杨幂的母亲持有公司60%的股份,这使她成为公司的绝对大股东。 这一决定,不仅在财务上赋予了杨幂更大的掌控权,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 杨幂母亲持股的比例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娱乐圈中,许多明星在事业鼎盛时都会面临合同问题,而这些合同可能会限制她们的自由度。 有了天一娱乐,杨幂想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更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演艺方向和合作项目。 这也将有助于她探索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演艺之路,多元化和突破 杨幂的演艺之路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她不仅在古装偶像剧中表现出色,还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和题材。 最近,她与秦浩合作出演了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剧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挑战。 杨幂在其中不仅要应对情感戏,还要面对更多复杂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 这种勇于突破的态度是杨幂事业成功的一代关键。 她不满足于舒适区,而是不断挑战自己的演技极限。 她的专注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认可,使她一直处于娱乐圈的顶尖位置。 展望未来,稳固八五花TOP的地位。 在中国娱乐圈,八五花指的是一批出生于1980年代的女演员。 他们因出色的表演和广泛的影响力而备受关注。 杨幂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已经在娱乐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她的新公司天一娱乐为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确保她在八五花TOP的地位更加稳固。 在杨幂的演艺生涯中,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不仅在电视剧和电影方面,还在广告代言和社交媒体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她的多才多艺和聪明的商业头脑,使她成为了中国娱乐圈的重要人物之一。 杨幂今年才36岁,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这正是事业的巅峰期。 她的决定成立天一娱乐公司表明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她将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演艺梦想,并在娱乐圈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是在演技上的突破,还是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杨幂都为年轻的演员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们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演艺事业和取得更多成就。 天一娱乐的成立将为她打开新的可能性,我们拭目以待,期待她的精彩表现。 在娱乐圈的众多星星中,八五花的杨幂一直是持手可热的焦点。 然而,就在不久前的央视中秋晚会直播上,杨幂的状态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直播当天,杨幂身穿竹元素的旗袍,佩戴翡翠耳环和发衩,手持团扇,披散着浓郁的古风美女气质,登上央视舞台,准备为观众呈现一场中国风的表演。 然而,仔细观察央视高清镜头下的杨幂,妆容虽然精致,无关亮丽,但细节上却令人感到有些不满意。 杨幂的双眼皮褶皱显得不自然,眼窝凹陷,发灵纹明显,鼻孔和嘴巴也引人注目,让人有种撇嘴老太太的感觉。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杨幂状态的不满,有人感叹,这么厚的滤镜都盖不住发灵纹,还有人觉得鼻息地感觉要凹进去了,以及嘴巴怪怪的。 更有人坦言杨幂好老好游,微微缩缩,汉胸驼背,直接吐槽他不要再丢人现眼。 除了状态之外,杨幂的造型也是备受质疑,有网友直言他和另一位包五花赵丽颖撞衫了,穿着竹子旗袍,让人感到困惑,同样的央视镜头,同样的生徒,却让人不禁比较起俩人的状态,杨幂的疲惫和沧桑感明显。 当然,杨幂粉丝也不甘示弱,开始攻击赵丽颖,指责他在春晚的歌曲难听,导致节目收视率下滑。 甚至提到了赵丽颖曾登上四川卫视因负面羡慕而受到批评的情况,双方互相攻击,半圈争议再度升级。 然而,理智的粉丝表示,杨幂和赵丽颖都是出色的演员,虽然起点不同,但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成功。 这次杨幂穿搭其实很有讲究,考虑到录制地点是在竹箱宜宾,选择了带有竹叶图案的旗袍,同时佩戴翡翠寓意平安,与中秋团圆的主题相呼应。 最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美好,减少抨击,让中秋晚会成为一个团圆美好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